它等於是一個Range物件的植物件 就是在一個Range 一個範圍裡面 它一定會有那個框線的植物件 那再去設定它的相關屬性 那接下來我們如果說假設 我希望做出 因為剛好也是同學問到 剛好同學的問題是 如果我希望有兩條線比較特殊 像一般藍位這個上面跟這個左邊 分別是上面是藍位名稱 左邊也是名稱 所以通常會變成雙線 比較明顯 那以前的做法怎麼樣 以前的做法 不知道各位 就是設定這邊上面是那個雙線的話 通常會什麼 其他線條 然後選擇雙線 再怎麼樣呢 再按一下上 因為這個範圍裡面的上面這條線 所以我就點上面這條線 按個確定 移開之後 上面這條線就雙線 應該都知道怎麼使用 單邊 那另外如果我這邊的 右邊這條線 一樣的方法 有沒有 我把它選起來 之後其他 就是點這跟其他框線 然後再雙線 那因為要左邊嘛 上下左右嘛 就點右邊這邊 按個確定 有沒有 右邊就出來了 那這個動作 反正就是一般在 我們在設定的時候是這樣設定 同樣的方法 我的習慣反正就是 如果是個別的設定 一定就是 它裡面一定會先選取範圍 一定是點這邊的其他框線 然後就是先樣式 然後再顏色 再看你是要哪一條線 如果全部的話 就外框加內線 那如果是個別的 那你就去點選就好了 這樣的話 框線大概就這樣 就應該 基本上 你想設定的格式 應該都可以很快設定出來 但是 你如何把這個動作變成VBA 比如說剛剛那兩條線 對不對 那我們怎麼在VBA裡面實做出來 OK 所以補充一下 就是如果你的線條 是一個 單一個 不是全部 不是四條線的話 那其實做法上 跟這個邏輯也是一模一樣的 那怎麼做 首先的話 一樣 我們這邊按右鍵 我用這個第二個按鈕來改好了 指令聚集 我的習慣是 大家如果 你如果加按鈕的話 我是按右鍵 這邊有個編輯 編輯的話 好處 它會自動幫我跳到這個位置 那我直接怎麼樣 把這一邊的這個 我這邊有個寫好的 把這個先清掉 把這個 Zub程式 程序 複製一下 也許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清除這邊 然後 在紅色後面 因為這個名稱不能一樣 所以我就在後面加一個 名稱叫雙線 好了 也許是十線 它是紅色 然後再加一個雙線 反正就是 知道一下就OK了 好 那我們要怎麼去加 那道理是差不多的 因為 好了 我剛剛做兩 所以需要學兩行 第一個我做什麼呢 我第一個會先選選舉範圍 那選舉範圍 其實在VBA裡面一樣 就是說 先告訴它Range 這個Range的話 刮虎之後 我是要從哪裡呢 從A2到G2 對不對 這個範圍 就跟我剛剛用滑鼠選一樣的道理 第二個點下去 我的Border 所以我的這個Border 特別注意 VBA不區分大小寫 反正你寫 打那個小寫 它離開 它會變大寫 OK 所以沒關係按空白鍵 再來的話 特別注意 我們剛剛是直接點下去 就去設定什麼 設定它的LIFESTYLE 對不對 不過我們不是要四條線 我們只需要它上面 這個範圍的上面那條線 所以特別注意 這邊要多做一件事 多一個刮虎 這個刮虎的意思就是說 我是要其中的一條線 那條線的話呢 是上面那條線 所以請你找到有沒有 這邊有一個XL開頭 這個Edge 有一個TOP 上面的 所以請你選這個 多一個這個喔 那同理可證 它有上下左右 你就選 那我們選上面這條線做什麼呢 點 我要把它變成是 這個這個 所謂的那個 LIFESTYLE 我的那個 線條的樣式 我要把它變成什麼 變成那個 雙線 可是我雙線那個參數 我記不起來 或者我不知道怎麼打沒關係 按一個F1 一樣到這邊 找到什麼呢 這個超連結 它會告訴你說 雙線 是 這一個名稱 所以我把它那個名稱 怎麼樣 複製一下 再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個後面來 OK 好 這樣的話就完成了 第一個 上面這條線 Enter一下 再來下面那條線 那其實喔 大致上下面那個 不 跟著一下 右邊這條線 其實差不多 那差別在哪裡 第一個 範圍改一下 這邊把它改成A7 第二個呢 改它的什麼呢 應該是 右邊 所以其實喔 把這個 這個也許你 直接選舉之後 按錢瓜火 它一樣會跳出來 對不對喔 那你就給它選什麼 右邊這個有沒有 點兩下 然後後瓜火加一下 好 程式寫完了 應該知道我在寫什麼啦 OK 其實我覺得 還蠻好理解的啊 對不對喔 而且它裡面都是 跟我們的語言 其實也相近啦 只是說 它是一板一眼的 一定是一個物件 它的屬性 做什麼事情 你要必須給它一個什麼 一個 一個樣式的名稱 當然也可以用數字啦 不過我比較不建議用數字 做完之後的話呢 當然喔 我們就可以來把它Demo一下 那因為我這邊沒有做按鈕 所以我先把這個清除一下 清除完之後呢 那一樣喔 當然乾脆就把那個按鈕再加過來 也許那個按鈕 用這個來複製好了 複製 如果要貼上好了 用這個來改 因為我習慣是 按鈕如果要一樣大的話 用上面來改 再重新指定聚集 就會有一個那個這個 Ctrl C 把名稱複製一下 然後怎麼樣呢 把這個名稱 再修改一下 那如果寬度不夠 你直接把他拉寬一下 OK好 那這樣按下去 有沒有發現 OK 結果有沒有 剛好 他會先幫我做上面這個按鈕一樣的動作 然後再做什麼 畫這一條線 再畫這一條線 欸 完成 兩行程式 那你如果用錄製聚集也可以啦 我錄製下來的東西喔 可能破百行了吧 OK 四行的東西錄製下來超過100行 那怎麼得了對不對 那東西 所以我錄製聚集下來的東西 真的是充其量 只是參考用啊 OK 你真的拿那個錄製聚集的結果 給人家看喔 真的 我覺得 當然就顯示你的程度喔 可能真的是 真的有的時候功力喔 呃 這個 深淺喔 那一看程式大概就知道了 這種東西是騙不了人的 好OK 所以其實像我們做程式撰寫的喔 真的 不能用 不能呼 不能呼 呼不了人的啦 OK 這種東西功力到哪裡喔 其實真的馬上喔 一下就可以看到 OK 所以 剛剛的重點喔 特別注意就是 就兩行喔 我應該可以理解吧 你千萬 記得不用死背的 這種東西背喔 就是沒有意義啦 用理解的 OK 只要你做得出動作啦 你程式又寫出來了 齁 而且這種感覺現在還蠻有成就感的 感覺欸 你看按下去喔 它所有東西全部都 報表 全部都印出來 列印出來 直接去 而且甚至 現在也不流行印啦 直接PDF輸出就好了 甚至按下去自動 把 這個 PDF檔自動寄給 需要收到信件的人 按下去 全部每個 對不對 你們客戶端 每個人通通都收到信件了 對不對 你只需要按個按鈕 事情就搞定了 好像感覺其實非常好 但是問題是 你要懂的這些小技巧 OK 好 那把畫面呢 再還給各位 請各位把那個 第二個按鈕 再加一個雙線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主要就是說 多一個 那個 刮鬍 在Border後面再加一個刮鬍 所以這個程式呢 一樣我會把它貼到那個雲端上面 所以各位如果要參考的話 我再把它貼到這邊 貼到雲端上面 等於是多了這個 一個參考 我把這個也再加一個格式 讓各位看得清楚一點點 那底下也有就是說 針對個別性的那個 格式你可以再把它加上去 那紅色 雙線 這邊 那我把這個樣式再做得醒目一點 基本上就是 多 兩行 多兩行